這個我有在現場 這在清華國中 然後聽到來弄講說 我是鄭南榮 我主張台灣 這個是全場震撼 仔細聽鄭南榮女兒 鄭竹梅導覽 學員時代的回憶 立刻浮現 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 林佳龍選在鄭南榮 起屬歲名單 拜訪鄭南榮紀念館追思 當年封命追捕鄭南榮的 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讓林佳龍有感而發 被檢視的時候 你卻推說你是奉命行事 問心無愧 我是建議好好再重新反思一下 是問心有愧 因為只有有愧 我們才會檢討改進 他的言論 我相信可是社會大家都很清楚 我尊重他的言論自由 一句話簡單帶過 侯友宜不想多談 但這話聽在鄭南榮一刷耳朵裡 不能接受 當大家在談言論自由的時候 還忘聯說 我也追求言論自由 可是歷史重來一變 仍然要做相同的事情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的驚訝 那你敢在鄭南榮這個自分的總編屬意識前面 說一次 再來一次 鄭南榮我還是會做一樣的事 你敢嗎 你心中不愧嗎 叶菊兰话说得重 始终无法原谅侯友宜 而双方炮火持续延消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随后又发出声明 批评林佳龙为了选举 一再借着以示者进行政治操作 而郑南荣基金会也反击 强调当年负责带队的侯友宜 可以采取和平的执法或不作为 不能借口听命行事回避责任 更欠缺反省能力 双方交锋也让侯友宜的过往 再度被摊在阳光下受人检视 明视新闻理教皇城SNG小组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明视新闻网